槟城警方雷霆扫黑 今天将21名年龄介于17到57岁 涉嫌加入槟城零四私会党的嫌犯 控上乔治市地方法庭 由于其中一人癫痫症发作 因此在槟城中央医院面控 控状指出 21名被告涉嫌在2015年1月1号 到今年7月29号 参与多项涉及私会党的犯罪行为 抵触刑事法典130V之一 被认定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条文 一旦罪成 必须坐牢5到20年 所有被告否认有罪 基于警方援引2012年 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扣押他们 因此法庭不允许被告保外 案件则定下个月14号过堂 至于在雪兰儿 今早就有33名疑似24党成员 在巴生法庭面控 33人今早在10多辆巡逻车 以及特别行动部队的押送下 抵达巴生法庭 当中还包括一名24党首脑 法庭内外戒备森严 不只有上百名警员 和枪实弹一路驻守 法庭内也加派人员巡逻 以防万一 33名被告上个月17号 在巴生和雪兰儿一带的取缔行动中 落入警网 他们将在2013年防范罪案 法令下面控 镜头转到登家楼 27岁罗里司机罗沙鲁 谎称可以协助两名受害者 在刮灯购买人民组屋 以及一栋半独立房子 诱骗他们汇款7950令吉 到他的私人户头 作为购买房屋的定金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420欺诈条文 法庭今天判处被告罪名成立 入狱7年06个月 外加鞭吃5下 以及罚款25000令吉 如果被告无法缴付罚款 就必须再坐牢25个月 OK 那就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